当地时间9号 尼日尔政变军人指责法国无视禁令 当天允许一架军用飞机从邻国乍德起飞 越境进入尼日尔 在尼日尔领空的时间段为当地时间上午的6点39分到11点15分 政变军人同时还指责法国释放了部分恐怖分子 对此呢 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尼日尔政变军人的指责 法国外交部说 飞机起飞之前获得了许可且有书面确认 法国军队也没有释放任何的恐怖分子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将于10号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举行特别峰会 讨论尼日尔局势 西共体轮值主席尼日利亚总统伯拉提努布的发言人8号表示 外交是化解危机的最佳途径 但尼日利亚方面不排除诉诸武力对尼日尔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西共体成员国领导人此前7月30号在阿布甲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布最后通牒 要求尼日尔政变军人在一周之内把权力交还总统巴祖母 这份最后通牒8月6号24点起到期 尼日尔政变军人在最后的通牒到期之前宣布关闭领空 地区局势越发紧张 还有多顺 이러한 опред小客户区 aloud 请不吝点赞工作动作 请不吝点赞 touching